嗨,大家好,這是飛鮮星,我是Jason 在上一次的影片裡面有介紹到 用iPhone的4G網路從遠端串流回來Mac 然後按成破壞審視 像這樣的事情一般來說 是要限制在同一個Wi-Fi 或者是相同的網路才能做到的事情 現在變成即使人在外面使用4G 或者是不同的網路 也能夠順利的完成溝通 而且方法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安裝一款免費的軟體 Talescale來達成內網穿透即可 它支援的平台非常的多 零設定 非常適合對網路設定並不是那麼擅長的人 只要安裝完畢之後 馬上就可以將你的機器跟外面的網路串連起來 之後像是串流回家玩電腦遊戲 或是直接存取電腦裡面的檔案 也可以做到遠端喚醒電腦等等的 這些原本你要回到家裡 使用同一個Wi-Fi或者是網路的時候 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Talescale連線之後就可以在外網執行了 那當然還是有例外 像是Apple的AirPlay 它在溝通的時候 並不是使用IP 而是其他的機制 所以這個時候開啟Talescale 就沒有任何的幫助了 接下來來說一下簡單的安裝步驟 下載符合自己系統的Talescale進行安裝 完成之後 如果是Windows電腦 會出現在右下角的控制中心通知區 Mac的話 則會出現在右上角的通知欄位 接下來的操作就以Mac為例 安裝完畢後 點右上角的圖示 打開選單點Login 會打開官網 如果沒有註冊過帳號的話 我們就先進行註冊 註冊後再次登入 會看到詢問是否要將這部電腦進行連接 選擇Connect後 電腦的Talescale就完成登入了 接下來再到其他的電腦 或者是手機 安裝Talescale 以iPhone為例 打開Talescale之後 先允許加入VPN 然後開始進行登入 一樣看到Connect之後 點一下這個設備就添加完成了 接著按左上角的啟動開關 啟用Talescale的VPN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從帳號設定這邊 打開Admin Console 進入Talescale的控制台 在這裡可以查看到底添加了哪些設備 而其中一些設備 如果有亮麗的 就代表正在透過Talescale連線中 這邊也可以查看到所有裝置的IP 接著我們將手機的網路 改成4G網路來測試看看 我們可以用電腦的PIN指令 來簡單的測試一下這個IP 可以正確得到回應就代表沒問題了 現在我們透過電腦的檔案共享功能 來實際看看情況是怎樣 iPhone一樣是使用4G網路 打開檔案APP 點選右上角連接伺服器 在這邊輸入你在Talescale上面看到 電腦主機的IP 完成登入之後 你就可以存取到這部電腦資料了 如果覺得IP不是很好記 也不好分辨 Talescale也提供了很貼心的 Match DNS的功能 可以改用網域名稱的方式來進行連線 讓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每一個裝置 而不是在連線的時候 只有看到一大堆的IP的數字而已 一樣打開控制台 切換到DNS的選項 這邊會顯示目前的網域名稱 不喜歡的話是可以換 但免費的只能用隨機分配到的名稱 多按幾次Rerall直到看到滿意的為止 接著再回到Machine的頁面 看一下裝置的名稱是什麼 只要點後面的點點點 再選Pelit Machine Name 就可以自行修改 接著只要用裝置的名稱 點DNS的名稱這個組合方式 就可以取代IP了 用剛剛的方式再次進行檔案連接的測試 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要透過Talescale 跟自己的設備進行連線 是不是就代表一定要使用同一組帳號密碼 或者是就是要把帳號密碼分享給其他人呢 這點當然是不需要的 Talescale可以把自己的裝置 分享給其他的Talescale帳號使用 只要在設備清單後面 點選點點點 然後選Share 就可以將連結發送給其他人 其他Talescale的使用者 點了這個連結之後 他就可以連線使用到你的裝置 而在你分享出去的裝置下面 也會出現一個Share Out的標記 要取消連結的話 就點後面的點點點 再點Share Setting 將使用者移除即可 取得分享權限的Talescale使用者 他底下的所有裝置 都可以連線到你分享出來的這個設備 並且在設備清單上面 會發現多出一個設備 標記為Share In 那反過來說呢 剛剛只是你邀請他而已 你是沒有辦法存取他任何的Talescale的網路的 同樣的呢 必須透過他邀請你來使用他的裝置呢 你才有權限去存取他的Talescale網路 同樣的呢 你也只能存取到他分享出來的這個設備 其他的呢 你就看不到了 Talescale還有其他很強悍的功能 最主要呢 還是Talescale零設定的特色 對於並不擅長呢 網路的一些設定 但是又想要從外部網路呢 連回家裡的網路的人來說呢 真的是相當方便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